国立台湾大学植物病理与维生物学系 植物病理与维生物学系 原隶属于植物病虫害学系 为本校成立最早的教学研究单位之一 松本为教授 于本校至台北帝国大学时期 主持植物病理学讲座 开启台湾植物病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本校于1949年设立植物病虫害学系 1951年分设植物病理组 1998年成立植物病理学系 2003年更名为植物病理与维生物学系 本系长期以来为台湾农业界 培育出无数的植物病理及植物保护人才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台大正门步入植林大道的右侧 映入眼帘的极为历史悠久的本系系馆所在地 一号馆 沿着中山路漫步台大生态区 中可见本系另一系馆位置 中飞大楼 职维系主要的教学任务 在教导同学认识植物病原 了解病原对植物所造成的危害 以及治病机制 开发有效的植物病害防治技术 以解决各种植物的病害问题 学习维生物操作及显微观察 以探索植物与维生物的围观世界 本系藉由培育同学扎实的维生物学基础 以进一步学习植物病理相关知识 及了解维生物的应用潜能 维生物对植物的影响有利有利 一方面可危害植物 对粮食及经济作物造成巨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 维生物亦可应用于植物病害防治 促进植物健康 在农业生产上有重要的贡献 病原维生物在植物上 引起重大的病害问题 譬如在欧美地区 严重危害的例数猝死病 在台湾林牧 酿成重大货害的核根病与松树微雕病 这些病害对生态环境造成莫大的冲击 各式各样的病害也威胁着作物的健康 如植物病毒病害 细菌性癌肿病 真菌所造成的绿菌病 白粉病 绣病 灰霉病 又如香蕉微雕病 醋叶病 饼病 以及日益严重的倒热病 植物菌植病 再再显出病害对植物的摧毁力 以及植病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除了病原微生物外 有益微生物亦不生美菌 例如根圈细菌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献虫捕捉菌能防治植物病原献虫 菇类 林芝 冬虫 夏草 也为人类带来莫大的福祉 植微系的教学以微生物学为基础 加以真菌学、献虫学、植物病毒学 以及植物病理学、植病防治学的专业训练 使同学了解病害诊断、病原鉴定、植物保护的学问 探索生物多样性、刺激代谢物、生物技术与微生物的应用 学士班课程规划是由核心课程的训练及专业课程的讨养 培养同学们植物病理以及微生物的知识与技术 并强调生物科技知能的养成 由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顶尖大学的博士们 组成坚强的教师阵容 对同学们音音教诲、寻寻善诱、指导提息 引领新兴学子进入植病与微生物领域的殿堂 成为顶尖之人才 教师们组成病毒学研究群、细菌学研究群、真菌学研究群 现成学及非传染性病态研究群 除了植物病理、献虫、病毒、细菌、真菌之研究外 植微系重视微生物的应用发展 以最前瞻的观念、最创新的做法 将传统与分子生物学结合 推展引领当代潮流的学术研究 发展契合知识经济策略的农业应用 以后执及拓展同学们的学识基础与事业 植微系具有完善先进的维生物教学研究设备 包括植物分子检测实验室、组织学研究室 设有石蜡切片机、冷冻切片机、荧光显微镜、 穿透式及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分子增幅及核酸侦测设备 脉冻式电勇设备、影像处理系统、演化分析设备、 其实核酸定量分析仪、维珠晶片分析仪、 胶精试纸生产仪器、酵素免疫自动探毒机、 发酵槽、细胞粉碎机、动物房等提供完整的维生物操作训练, 为同学们的研究与就业建立扎实的根基 本系设有植物组织培养室,用于各项主题研究 如病原致病与植物抗病机制、 微生物与植物交互作用、病原检测等 吸管内充满学术交流的芬芳 师生间更应切地讨论研究、 用心观察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研究与讨论植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奥秘 本系同学除了课堂上的知识吸收与讨论外 还有许多校外实习与参访的机会 得以增加田间与温室的珍贵食物经验 由研究生论文计划及成果发表会 激发及提高同学们对学术的热情 在倡导与国际接轨的精致 会加快国际化的脚步 除了国内学术活动外 本系举办国际性研讨会 与京都大学合授远距课程 极力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台奖学 及协助研究 并且每年与大陆学者互访 以及在专门领域参与学术性讨论及交流 对外开售生物技术训练班 协助世界农业生物技术的提升 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性研讨会 进行学术性的访查活动 在课余时间 同学经由台大PTT实业方的 系版与班版 一号管系学会室等平台 进行学术交流与情感联系 课余时间的系馆 更是系上同学们筹办各项交易活动的据点 每年新生入学时 举办迎新宿营 有表演、热舞、夜游等多彩多姿的活动 增进学长姐、学弟妹及同学间的认识 以共度多彩多姿的大学生活 系学会并举办卡拉OK大赛、汤圆晚会 让同学们不仅在交易欢乐的同时 还可以在舞台表演中尽情地发挥所长 职为之夜为全系总动员的大型活动 各年级同学通力合作 编写剧本、排演练习 除了可以增进同才交流及凝聚师生情感 同学也得以展现戏剧、舞蹈及音乐上的才艺 因此不仅得以追求学业上的成长精进 也能发展多元的才华 在本校杜鹃花节的系所博览会 职位系充分说明本系特色宗旨、课程规划及未来发展 吸引新兴学子加入本系坚实的阵容 在主任杯、大声杯等挥洒青春汗水的运动盛会中 师生们组成戏队 透过各项的体育竞赛锻炼健康的身体 并使全系的情仪更加深厚 系学会每年暑假所举办的维生物营 让小学生们认识维生物 经由亲自动手操作实验 寓教于乐地在游戏中获得维生物的种种知识 并养成团队合作的精神 职位系学生毕业后 在升学及就业两方面皆深具竞争力 并且具有优秀的发展与成就 毕业生的出路包括 动植物防疫检疫局 农业试验所 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 林业试验所 农业改良厂 种苗繁殖厂 县市政府等政府机关 中研院、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 国家卫生研究院 各大专院校等学术研究机构 以及有机农业、农药公司、 生物技术公司、药厂、 仪器公司等企业单位 系友们在各行各业表现杰出 工作成就深受社会肯定 本系定期举办联系系友与母系的系友会 并经常邀请与产观学界服务的系友 版系座谈及专题演讲 帮助同学了解职场动态 提早就业准备 职维系是一个朝气蓬勃 生机无限的科系 造就许多职病与微生物界英才 协助台湾农业栽培优质的作物 保育生物多样性 是永续生态与自然资源的守护者 职维系的未来 如同一号管旁的张树斑 深植后发 欣欣向荣 台大职维系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